新冠袭减全球最早发现疫情的中共始终极力甩锅 表示中国并非疫情发源地 据美联社独家报道 疫情初期中国测试失准来自于官方与三间默默无名的上海自然公司的秘密交易 根据通过中国医疗人员等内部人士所取得的机密文件显示 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了上海三家私人公司的贿赂 独家授权使用其生产的筛剂 而这种筛剂品质十分差劲 导致一段时间中国没有验出任何确诊案例 造成早期预防措施不足 最终造成了疫情失控爆发 根据该报道 他们取得数百封内部电子邮件 显示上述三间公司与北京、上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 有大量联系 而中共监管机构则禁止美联社取得这些公司的信用报告 并称之为疫情间的机密企业 对此 美联社曾多次试图向中共外交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询问 但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对中共中心叼盘的胡锡进近日遭其下属 实名举报与两名女员工发生不伦恋 还有私生子 相关消息在网上造成疯传并引发热议 有分析指出中共网管如此厉害 只要对党国稍加不利的关键词都会被禁搜 而至今却没封锁胡锡进的丑闻 推测背后可能有中共两大势力在互斗 自由时报报道 虽然胡锡进紧急对此在微博澄清 但仍被中国网友起抵他的两名情妇照片 呼吁当局一定要彻查 台湾资深媒体人康仁分析 之前胡锡进的战狼言论多少是有人授意让他去放话 这次事件没有被封锁 怀疑有另一派人想搞掉他 同时 环球时报副总编段靖涛赶实名举报胡 背后或有人撑腰 毕竟举报是可能会被秋后算账的 而另一方面 胡锡进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怪怪的 发声明却不敢直接否认 如果段靖涛没有后台 胡锡进不可能会把他留在身边 据中共体制内记者披露 胡锡进与女言攻坚不正当关系肯定属实 但目前官媒人民日报内部已禁止谈论此事 美国总统大选尘埃未定之际 川普总统妻子梅拉尼亚及女儿伊汪卡 就已开始面临法律诉讼 日前两人分别被华盛顿特区检察长办公室传唤 针对2017年川普就职典礼经费 以遭滥用仪式进行调查 综合报道 华盛顿特区检察长办公室 在今年1月就已起诉川普集团 及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 怀疑他们滥用非盈利组织 筹募的100万美元经费 超额支付于华盛顿川普酒店 举行的就职典礼场地费 近日调查人员开始传唤多名证人 包括梅拉尼亚及伊汪卡 其中伊汪卡已于12月1日完成陈述 梅拉尼亚2日接受传唤 另外还有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前主席 巴拉克等人 伊汪卡三日上午在推特发表声明表示 接受华府特区检察长办公室 调查人员询问时 提供了4年前寄信的电邮记录 推文中附带截图显示 邮件即发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 收件人为华府川普国际饭店总经理 达米林科特 副本收件人为川普饭店执行长 单资格 新建内容为 刚刚看到这个 你们何不打电话商量看看 应该收取公平的市场价格 伊汪卡还表示 所谓的传唤询问 根本是另一次出于政治动机的恶意报复 浪费纳税人税金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属下的 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娜 12月2日在一场活动表示 眼下中共情报人员已盯上拜登团队高层 这些行动是可预见的 她还说 她的团队将向拜登做出简报 通报中共会如何展开情报活动 伊凡尼娜此前描述北京主导的网络间谍活动时 曾表示 这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国家 她希望在地缘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成为全球领导者 并不惜任何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 FBI同样也提醒美国公众 当心中共情报机构会利用社交网络招募美国人 尤其是那些通过了安全审核的 现任或离任美国政府雇员 香港已解散的民主派组织香港 重置前秘书长黄之锋 前主席林朗燕 前副秘书长周庭 因为去年6月一场未经批准的示威判刑 当地法院12月2日宣判 黄之锋被判求13.5个月 周庭被判求10个月 林朗燕被判求7个月 12月3日 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许之锋宣布正式流氓海外 许之锋在他的脸书页面发文说 2020年12月3日 我刚结束一连三日的丹麦外访 在此正式宣布流亡 并退出香港民主党 暂别香港 谈到这次暂别香港 许之锋写道 自从国安恶法生效后 直到最近离开立法会 每一刻都在问自己 人可为香港做什么 他对港府对民主力量 愈加严厉的打压 使自己无法在香港继续为民主发声 感到无奈 在百般挣扎之后 许之锋决定换个地方 让全世界继续听到 香港人挣扎中的呐喊 许之锋表示 稍后他将转往英国 至于最终落脚哪个国家 目前仍没有做出决定 宣布流亡之前 许之锋是民主党中西区区议员 前立法会议员 中共人大此前11月11日 通过取消四名香港民主派 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 其中就包括许之锋 一名资深政府官员表示 川普总统二日 人对司法部长巴尔感到不满 并称巴尔恐被革职 不仅因为巴尔公开反驳 川普有关选举舞弊的说法 还有他未能反调查 联邦调查局2016年 针对川普选举团队的调查 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 一名资深政府官员 一名表示 川普有可能裁掉司法部长 并称川普这么做 并非单纯因为巴尔的选举舞弊言论 或许川普更生气的是 联邦检察官杜然主持的通俄案调查 未能在11月选举前公布调查情况 尽管杜然的调查仍在进行 但按照巴尔的说法 调查因疫前延误 此说法显然无法达到川普的期望 白宫发言人凯利·麦克纳尼 二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川普是否仍对巴尔有信心 麦克纳尼回应 总统若有任何个人声明 你们会第一个知道 中共与印度今年6月 在边境加万古爆发严重冲突 导致双方军队多人死伤 美国最新报告指出 加万古事件由中共策划 并已预估到出现人员死亡的可能性 据报道 今年6月15日中印边境爆发激烈的肉搏冲突 导致20名印军死亡 估计解放军死亡人数为35到40人 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 近日公布年度报告 文中提到 一些证据表明中共当局策划加万古事件 根据卫星影像显示 加万古冲突爆发一周前 中共就已部署大量军队 包括1000名潜伏的解放军成员 报告指出 若中共的行动目的是被夺取领土 此举被认为是成功的 但如果北京打算阻止印度在边境 新建基础设施 或警告印度不要和美国结盟 那么中共的行动不但没有结果 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新冠疫情以及东京与首尔紧张升温 致使日本中国与韩国将三国高峰会延后至明年举行 此举恐怕会打乱中共给予日韩加快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步调 报道援引日本一名高级官员消息 今年内举办该活动的可能性已不在 预料 举办方首尔将把三国高峰会延后至2021年初举行 有分析指出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也就是RCEP签订之后 下一个值得关切的协议是 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这三国现在都是RECP签署国 在中美关系愈加紧张的背景下 北京当局急于打成三边自贸协议 因为该协议可进一步使中方整合入区域供应链 美国将更难施压日本与韩国在关键领域 比如半导体与新年生产工具上降低于北京的贸易 人类至今尚未解开外星文明之谜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天体物理学者指出 在距离地球355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有一颗恒星 其光谱显示 它可能被外星人当成核废料钦道场 据报道 位于地球355光年外 半人马座的编号为HD101065恒星 今年被发现 它需费时200年才能完成一次自转 从光谱中可见 该恒星具有 嘎 铁 特 火等金属元素 甚至还有 阿 布 镁等 不该于恒星中出现的超重元素 该恒星的铁镍元素含量则低于同类型恒星 这些超重元素的存在使天体学家困惑了数十年 宾州大学天体物理学者莱特分析了可能性 或许是有一些人类还没有发现的同位素 是产生于超新星爆炸 并存在于年轻的恒星中 经过衰变后成为超重元素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外星文明朝着这颗恒星倾倒 储存核废料 若是如此 这些超重元素就是人为核能反应所产生 早在1966年 学者萨根和石科洛夫斯基就曾提过 外星人可能会在恒星上撒盐以引起注意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